7月14号 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知 经当地省党委政府同意后 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标志着中国跨省出游 在暂停172天后恢复开放 7月15号 四川宣布恢复跨省游 7月23号 四川成都的街头下起小雨 但各大景区游客的游览性质似乎未受影响 在宽窄巷子景区 来自青海的游客赵自平和家人 正打卡景区内各个美食摊位 22号晚坐飞机到成都的他 已经是第三次来成都旅游了 而这次他准备游完十天 不同的是这次来人少一些 以前是这个宽窄巷人多得很 车水马龙 反正一上飞机飞进安检 都有测体温 佩戴口罩这些 宾馆里面也是 让进的时候也是测体温 这些都做得都非常好 在此前 青宁 端午 五一等 本该是旅游大热的节假日 因跨省旅游受到限制 让旅行社期待的触底反弹 迟迟没有到来 如今 低风险地区跨省游的恢复 让旅行社重新看到了行业复苏的曙光 在疫情期间 我们第一时间暂停了所有的相关业务 在恢复跨省游这个消息发出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上架了我们很多条的 跨省游的旅游产品 咨询量比恢复跨省游之前翻了一番 然后我们的收客情况 也比之前增长了20%左右 王小倩坦言 因受疫情影响 民众目前对跨省游仍持观望态度 且出行要求更精细 因此 在此次上线的旅游产品中 他所在的旅行社结合暑期市场热点 推出了系列主题旅游产品 以小团 定制团为主要出行方式 以刺激游客双向跨省出行 根据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 由于部分游客还存在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我们估计未来 我们的游客出行人数 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空间 由于目前我们的旅游业务 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所以我们的行业将会面临 更加激烈的竞争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旅游从业者 能够从危机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为我们的游客提供 更加贴心和精致的服务 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有认乐山师范旅游学院院长郭建英认为 省内游 周边游目前已经基本恢复 低密度高频次的旅游方式 受到不少民众的欢迎 但因还处于疫情期间 民众的出行心理仍然十分谨慎 跨省游的恢复还需要一定时间 此外 郭建英还表示 类似跨境游这类的旅游业务 仍受到限制 但也催生出了一批新的旅游业态 未来或将成为常态 科技跟旅游结合 然后产生的这种科技旅游产品 新新的一些旅游产品业态的话 也用出来 包括现在很多景区 它为了保持自己在消费者中的这种旅游 或者这种去保持它的一种旅游的话 也会开展一些旅游直播 还有就是这种云洁庆之类的话 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可能未来这种迎接性 迎旅游 会逐渐成为一种常态